今天早上我就收到了 我爸跟我说 说他们昨天晚上 一家人逛商场的时候 差点把我妹弄丢了 我记得 白宇在上大学的时候 有一个同学 现在在检察院工作 叫 林远航 之前夫人也跟您提过这个人 对 林远航 你去买呀 来 帮我去做件事 爸 林远航 你怎么来了 我来寒江看个朋友 顺便给你送点包子 昨天爸爸蒸的 你尝尝 行 爸 你啊 把这放冰箱里 我上班去 还不急了 走你的 没事 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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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好吃吗 好吃 好吃下次再给你买 好 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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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妹怎么样了 不是 你这两天有没有带我妹出去玩的 这两天 昨天晚上还跟你阿姨带你妹妹去商场买东西了 怎么了 有没有见到什么奇怪的人 我看你现在就挺奇怪的 爸 我跟你说正事呢 你妹妹淘气到处乱跑 差点跑丢了 你阿姨急得呀 都快哭了 后来 一个好心的大姐 帮着我们给找回来了 就这样 就是我妹妹没什么事对吧 没事啊 你怎么突然间关心情女妹妹来了 爸 这样 你办完事赶紧回家 照顾好妹妹和阿姨 回去上班了 等会儿 你这一惊一乍地说的我心里之害怕 到底怎么了 爸 真没事 真没事 没事 袁浩 这怎么回事啊 你这说一半 就怕这说一半话的 好吃吗 好吃 好吃 好吃下次再给你买 好 好 对 就是这个视频 今天早上我就收到了 而且这个安杜里金 直接把这个视频 发到我私人邮箱上 我爸跟我说 说他们昨天晚上 一家人逛商场的时候 差点把我妹弄丢了 好在现在人没事 袁浩 图队他们已经开始调查了 而且已经派人保护你的家里人 他们正在调集商场监控 很快就会发过来 你别着急 好 既然他有胆子发到你私人有想 我就能顺着把他们查出来 袁浩 这个音频你能解析吗 他加了变生器 不过应该可以还原 你给我点时间 好 姑姑啊 图队那边来消息了 连上 好 来了 我说是 还原来有没有 人吗 那天他也戴着这个帽子 而且身形一模一样 小贺 装大 清晰一些 绝对是他 立刻揭取图像 发给图队 跟图队说 这就是制兵厂 那天晚上的犯罪嫌疑人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